8月24日,沙特、伊朗、埃及、阿根廷、阿联酋、埃塞俄比亚六国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金砖五国自此变成金砖十一国。金砖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也不是排外的小圈子。其成员国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因为包括上述六个国家在内,共有四十多个国家表达了加入金砖的意愿。 二十多个国家提交了正式申请。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前途无量,未来可能会超过G20的影响力。据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之前金砖五个成员国的GDP之和占全球GDP的25.77%,而上述六个国家加入金砖后,GDP所占比重将增加到28.99%,二十多个国家提交申请。 为什么是上述六个国家首先加入金砖?我们不妨先简单了解一下这几个国家的实力。 沙特,面积22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617万。 是中东逊尼派穆斯林领导者。 是石油输出国组织重要成员,境内有大量石油。 其储量居世界第二。 伊朗,面积16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792万。 是中东实业派穆斯林领导者。 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重要成员。 虽然石油储量不及沙特,但其石油、天然气储量都位居世界前列。 属于典型的能源出口大国。 能源出口为其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 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样矿产资源储量丰富。 而且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埃及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有很高的话语权。 阿根廷,面积27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04万。 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称。 是拉美第三大经济体。 在这六国中,阿根廷是唯一的拉美国家。 而很早就加入金砖的巴西,同样是拉美国家。 阿联酋,面积8.3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28万。 同样是石油储量丰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重要成员。 大家所熟知的迪拜就在这个国家。 但其首都不是迪拜,而是阿布扎比。 埃塞俄比亚,面积110.36平方公里,人口约1.23亿。 不管是面积还是人口都是妥妥的非洲大国。 虽然其石油储量不及上述国家。 但其水资源非常丰富,有东非水塔之称。 看了上述六国的背景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发现。 这六个国家有几个共同特点。 比如都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在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以及资源储量方面都有一定优势。 在地区和全球都有一定影响力,都坚持多边主义。 与中国关系较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 这大概就是这六个国家能够从二十多个申请金砖的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金砖大家庭新成员的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现在金砖11个成员国。 亚洲占了五个席位。 分别是中国、印度、沙特、伊朗、阿联酋。 非洲占了三席,分别是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 拉丁美洲占了两席,分别是巴西和阿根廷。 而欧洲仅有俄罗斯。 从中不难看出,金砖国家成员国分布广泛。 且集中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这意味着金砖合作将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愈发突出。 而这必然会引发在全球经济中占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警惕和担忧。 对于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 西方官员和媒体大致有三种心态。 第一种是看不起金砖,认为金砖机制拉胯。 缺乏凝聚力,是一盘散沙远不及欧盟的影响力。 由此产生了畅衰金砖论。 第二种是金砖威胁论。 认为金砖国家影响力越来越大。 会危及西方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动摇西方霸权主义。 改变西方主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第三种是发展中国家分裂论。 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挑拨离间。 制造矛盾,搞分化拉拢策略。 比如美国别有用心地把中国单方面升级为发达国家。 其目的之一就是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 让发展中国家难以高度团结。 不过,从这次金砖峰会。 宾客云集、高鹏满座的氛围来看。 西方试图分化瓦解发展中国家的图谋并没有成功。 最后,随着这六个国家的加入。 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 这有利于壮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 有利于提升国际社会认同,推动践行多边主义。 维护国际社会安全稳定,推动共同繁荣与发展。 解决国家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难题。 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地区动荡冲突问题。 总之,金砖合作大有可为,金砖国家未来可期。 这一次金砖峰会将像当年的万龙会议一样。 推动全球发展中国家再一次走向大团结。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